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是大陆先加入 或者是台湾先加入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 就是说各有各的讲法了 就是有的人讲说 大陆现在得罪了一些国家 比如说澳大利亚 日本 那他们是对台湾是很有善的 那澳洲现在也是 这个澳洲的前总理 艾伯特现在公开的讲 说中共马上要对台湾要进犯 然后他跟美国又签了个AUKUS 这样子的一个 印太的一个军事的这个联盟 所以呢 有些人是站在台湾这边的 比如说像日本澳大利亚 但是又有一些国家 那是站在中国大陆那一边的 那所以这个 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讲说 这里面第一个 到底是台湾可能先加入 还是大陆可能先加入 那先把你刚才讲说 两岸那种同时加入这种情形 放在一边 那第二个呢 大陆先加入 或者是台湾先加入 那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想这些国家 他们得先想清楚 他要不要大陆加入 这点非常重要 当然就像你讲的 这个关系搞得不好 对不对 有可能就不让大陆加入 或者不希望他加入 这有可能 这个好像是说 有一票大家投反对就不行 一票就对 要全票通过 所以一票否决就全部否决 好 那好 那如果不让大陆加入的话 有没有可能单独让台湾加入 好啊 那就要看台湾是不是可以得到 所有的他的会员国的投票 不是吗 对不对 那我们看会员国里面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有一个叫文莱 呼吁是文莱 文莱是跟老公关系 是密切到不能再密切 还不用讲里面还有其他的 所以如果 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他们没有要让大陆加入的话 而希望只让台湾加入的话 大陆会运用他所有的外交手法 阻止这件事情 台湾可能也就不容易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只要一票反对就好 所以呢 我说关键其实是在于 那些国家要不要让大陆加入 那如果要让大陆加入的话 有些反对大陆加入的国家 就可能说 OK好 那你们要让大陆加入 好 那我有个先决条件 台湾必须同时加入 这是我认为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 most likely 是 不一定是最可能的 但是如果他们要让大陆加入的话 让台湾同时加入可以冲淡 好像他们是一面倒向大陆的立场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懂懂懂 这个朱老师讲的很有道理 其实呢就我们照逻辑上来讲 有四种情形 一个是大陆加入 台湾没有加入 第二是台湾加入 大陆没有加入 但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些票 那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说我这样子的话 那我也把你的那个否决掉 那你把我的否决掉 都有始终的 那大陆就不要加入嘛 那好 那就算了 我们大家都一起加入 当然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形 那就两边都不加入 那要死就一起死 这个绝对是可能的 这个绝对是可能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对台湾而言 对台湾的产业而言 对台湾的百姓而言 当然是一起加入 是对我们是就是 真的是没有一个 比这个更好的scenario 对不对 因为你东西 你有竞争力 你卖得出去 企业才会继续在台湾投资 不是吗 如果没有CPTPP 只有RCEP RCEP我们要加入 也不大可能很难 对不对 只有RCEP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厂商就要算了 大陆现在也慢慢要变成 全球第一大市场 那我东西要卖到大陆 我台湾出去的 比如说这个机械也好 对不对 我就要磕6% 8%的关税 我如果越南生产 我就不要过去 那很多人就可能选择 要去越南市场 那台湾的员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 这个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凑巧的一个地缘的角力 但是如果这个角力结果 刚好是WTO模式的话 反而帮台湾的货帽 全部解套 好的 我的就是 所以